那艺术圈是由它艺术品来决定的 艺术品又是由艺术圈决定的 艺术圈又由艺术品来决定的 你会发现这不就是循环了吗 这样会导致什么 就是关于界定什么是艺术的这个标准 尺度 准则掌握在谁手里了 掌握在一小撮精英人士的手里了 大众似乎在这个面前不就有发言权 马德巴姆 好 接下来下面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非常有名 可以说是西方艺术理论界 或者说是美学界的一个 当代美学界艺术理论界的 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一个是阿斯丹托 1964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艺术界 艺术界这样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美国的重要的一个理论家 那么他关于这个艺术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尤其在艺术界 好像就在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引言 这个引言他引用的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曾经有这么一个桥段 就是哈姆雷特跟皇后的这样一个对话 就是哈姆雷特看到了父亲的鬼魂 然后接下来问这个皇后说 说你看到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吗 然后接下来这个 你难道什么也没看见吗 皇后说什么也没看见 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他做了一这样一个引言 他把这个引言引出来 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什么叫做艺术 艺术就是说白了 就是有些人能看得见 但是有些人看不见的那个东西 其实他当然这个不是说 这艺术本质的概括 而是说艺术有一个特徴 就是有些人能辨识出 但是有的人无法辨识出来 有些人没办法辨识 那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在于 决定这些有的人能够看得见 有些人看不见的那个东西 尤其是能够看得见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 他说这个东西是隐藏在可见性的背后的 可见性的背后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无法识别的 他管这个叫理论氛围 那好 按照他的这样一个观点 阿瑟丹托的一个观点 就是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 不是作为自身的本身来决定的 而是由一种围绕着他的理论氛围决定的 那好 这个理论氛围是什么 从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一种 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叫做艺术界 这个观点 多多少少有一种观点 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决定艺术作品 是一个关于艺术界这个圈子 大家都认定 这个是艺术 他就是艺术 当然他没有这么说的这么直接 说的这么直接 他比如说还特别谈到了一个作品 之所以要有一个作品 他要预为着某种可能性 然后接下来今后艺术家 要在此基础上 然后接下来再去发展他 类似的观点 所以说他特别强调这个理论氛围 这个理论氛围 当然他没有说明 说太清楚 说实话 你看他的文章 他并没有给艺术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 但是他好像有一个认识 后来有一个理论家叫卡罗尔 他是专门研究阿瑟丹托的 然后他对于阿瑟丹托的艺术本质 有了一个总结 这是卡罗尔的总结 但是总结的阿瑟丹托的观点 还是比较到位的 他总结了说阿瑟丹托 其实认为美艺术的本质 有这么五点 第一个 他说艺术一定是关于某物的 也就是说艺术品一定是个物 第二个 就是这个物还必须得有什么特点呢 物必须展现出了某种态度观点 那接下来第三个 艺术在展现这些某种态度和某种观点的时候 往往借助的一些方式 他说是借助隐喻的方式 而且他隐喻的这种省略方式 就是说他有一些直接想说的东西 但是他又没有直接说出来 不是那么直白的去告诉你 他有这一系列的含蓄的象征 他象征着什么东西 他隐喻 他有着比喻 象征着隐含的隐喻着什么东西 但是呢 他又把这个真正要表达的内容要省略掉 这个特点 第四个 他说那么接下来 这些省略的东西 就是他还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对于这些省略 源于历史 理论 连于历史语境当中的某种推理 就是在历史当中 各种各样的理论当中 它存在的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这个省略的方式 正是对于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次发问 推理 质询 然后接下来第五点 那就是什么呢 同时接下来 观众也要介入到对这种推理的讨论中 观众介入到对这个推理的讨论中 那好 他说这是卡罗尔对于阿斯丹托的这个关于艺术定义的一个总结 他觉得阿斯丹托认为其实就这五点 那好 我们再再树立一下 首先第一个艺术作品一定是一个物 其实要是放到乔治吉吉 应该确切说应该是个人造物 第二个 这个物一定要展现出作家的某种态度和观点 这个背后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这个艺术创作还是一定要有意图的 那这个里面涉及到你觉得 当杜尚把一个小便池放到艺术馆的时候 杜尚有没有意图 它是有 应该是有意图的 对吧 它肯定是有目的的 甭管它是什么目的 这个目的反正是有目的 它绝对不是随便一丢 就是下班买菜 然后不小心丢在艺术馆了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它肯定是有意图的 第三个 那这种表达的态度和观点 它又是借助魔龙隐喻性的 就是它不是直接告诉你 我要表达这个 我要表达这个 我是借助隐喻性的方式 而且它有些东西 真正要表达内容 它是省略出来的 没有在艺术品之内或者之外 直接呈现出来 那好 接下来 而第二 第四个 就是它省略的那些东西 它没有表达出来那些东西 又跟历史上理论界当中的 一些问题 一些问题 命题 范畴 相关问题 有关联 它是对这些问题的 或者是回应 或是质询 或是推理 或是挑战 然后接下来 观众在观看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 它也介入到了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当中来 好 它说这样就可以叫的艺术作品 那好 这种解读 其实完全可以把它解读成什么呢 就是权那个问题 好 杜尚的权 首先 那个小便池肯定是关于某物的 第二个呢 那杜尚 刚才我说了 之所以把它拿到博物馆当中去 艺术展当中去 它一定是展现出了某种态度的 它有某种态度 但是这个态度并不明确 这个态度多多少少 它通过这种方式 它隐约 隐约什么东西 表达它某种理念 同时它又省略掉 那好 这个省略的问题 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后来 它为什么引发了一个人们的广泛争吵 就是因为 它涉及到艺术理论的问题 就是关于现成物 与一般的作家创作的艺术品之间 到底有何区别 人们就展开了这个探讨 而观众在看的时候 也引发了这个探讨 那好 这个杜上这个权 就是成为了艺术 这就是杜上的权 成为艺术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这是关于阿斯丹托 对于艺术的任问题的认识 下面一个理论家 乔治迪基 从某种程度上讲 阿斯丹托这个说法 已经 我觉得跟乔治迪基已经很像了 但是乔治迪基 把这个问题又更加的 有点像是 给它呈现了出来 乔治迪基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 界定艺术 这是1969年的时候 他发表的一篇文章 他也认为 艺术是没有本质的 但是呢 他也提出来 关于艺术的定义 他认为 艺术是没有本质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没有本质 就不可以定义 艺术也是可以定义的 那么这里边他就提出来 首先他提出来 关于两种 关于艺术的定义方式 这两种定义方式是什么呢 他说一种叫做功能性定义 一种叫做程序性定义 功能性定义和程序性定义 那好 这两种定义方式有什么区别 我们传统的定义方式 都是一种功能性的定义方式 什么意思 就说白了 我们定义一件事物是什么 我们往往从哪个角度来去切入的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比如说 我们往往传统定义艺术 都是在说什么呢 艺术具有一个很重要功能 就是审美功能 审美看似是无功利的 其实审美也是满足人们的 某种需求的 就是满足了人们的某种愉悦的 通过审美 人们获得了某种心情上的这种愉悦 这个愉悦其实就是艺术的一个功能 我们往往定义事物的时候 都是采用说 它能有什么用 它能帮助人干什么 以通过功能的方式来去界定它 传统关于艺术定义 都是一种 把它们界定为一种审美 审美其实就是人的某种需求 人如果没有审美需求 人就不需要审美 恰恰相反 因为人需要审美 那接下来他说 这样你以功能的方式来定义 当然可以 但是问题的话 它就会引发一个问题 假设你把艺术定位为审美 那就会引发一个问题 有些不是艺术的东西 它也能引发人们的愉悦 你怎么能够看待这项问题 同样一个事物 不是在所有时刻都能够引发人们的审美 审美的心态的 审美需求的 那么你怎么样去界定这个问题 通过功能去定义问题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矛盾 这样一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们应该从程序角度 程序来去定义 从程序角度那是什么 就是通过从产生 就是通过它如何被界定的过程 就是它界定过程角度来去界定 通过界定的 就是界定艺术的过程方式 来去界定什么是艺术 他说这种界定 不仅有好处 不仅会能够对艺术作品 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同时它还能够避免 刚才我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旦本质界定了 那么好 就妨碍了艺术的创新了 他说这种程序界定的 因为你是从程序角度来去界定的 那么它不妨碍艺术作品的创新 否则的话 那你要定位审美 那接下来就会出现 那有些不是审美的 那怎么办 有些是审美的 但它又不是艺术的 怎么办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那好 接下来他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观念 那怎么从程序角度来去定义 他提出了叫艺术惯例论 所谓的艺术惯例论 这就是1969年 他在这个界定艺术这篇文章 Defening Art 这篇文章当中 就提出了一个艺术惯例论 那么当然这个艺术惯例论 后来他晚年的时候 经常爱用什么呢 就是艺术圈 那好 说到这儿呢 你就可以看到 艺术惯例这个概念 艺术圈这个概念 特别像什么呢 阿瑟丹托的这个理论氛围 说白了就是一个社会共同体 这一个学术群体 来去界定的这个感觉 那好 那这个惯例到底是怎么来去界定的 说白了 它主要有两个方面 他说艺术品要成为艺术品 第一个 它必须是一个人造物 这个毫无问题 首先它得是个物 而且它必须得是一个人工制品 往往一般来讲纯自然 纯天然制品 我们不认为它是艺术品 比如说一块纯粹的石头 没有任何的开始 我们往往不太认为 它是一个所谓的艺术 当然有人说 你看多漂亮 像的像是一件艺术 但是这个艺术更多是一种比喻 并不认为它是真正的艺术 那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就比较关键 第二个就是什么 这个人造物必须要经过某种 社会艺术体制 也就是说它的所谓的艺术界 然后授予它一个被欣赏候选者的资格 我们就按艺术界来说 艺术界授予了资格 授予它一种资格 这个资格是一个什么资格 是一个被欣赏物的资格 那好 他认为这个就是 那当然这个里说白了 这个他的话 当然他说的稍微的复杂一点 但是转化成比较通俗的话 说白了就是 一群关于艺术的一些专业人士 基本上认为这件事物 这件作品 这段人造物 可以被当成艺术品进行展出 可以被人们进行欣赏 那么它就是艺术 好 这样观点你觉得能认同吗 我相信肯定有同学 你看有人就摇头不认同 接下来它会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这种观点 说白了在我看来乔治狄基的观点 其实就是阿瑟丹托的观点的 一个直接的 更加直接的表达 阿瑟丹托是什么理论氛围 什么叫理论氛围 谁掌握理论呢 不就是你们那些艺术圈的那些人吗 就是所谓的艺术惯例吗 那么当然他这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乔治狄基的观点 他容易被质疑 容易被质疑就是在于什么呢 第一个 他这种观点很容易陷入某种循环论证 什么叫循环论证 就是你不告诉我 你不要界定艺术吗 界定 拿一个物品来告诉我 是不是艺术 你好 你说了 界定它是不是艺术 评判它是不是艺术 要靠艺术圈 授予没授予它这个资格 那好 接下来问了 那我就要问了 艺术圈谁来决定的 谁来决定 谁能进入到这个艺术圈当中 那就看它有没有艺术创作 那你会发现 那艺术圈是由它艺术品来决定的 艺术品又是由艺术圈决定的 艺术圈由艺术品来决定的 你会发现这不就是循环了吗 这就是一个 它经常会存在一个循环论证 所以说后来晚年 乔治迪姬可能自己也发现了 自己这个理论当中 有循环论证一个逻辑 于是他就提出来说 其实我要说的不是艺术圈 我要说艺术是一个文化概念 他是这个意思 他把这个问题再扩大 他说艺术是一个文化概念 我是从文化角度来去确定了 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 人们有着一个关于什么是艺术的 一个基本的认同 那么在这个基本认同下 那他就是艺术 这个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他过分突出了艺术团体的重要性 太突出了艺术团体的重要性 这样会导致什么 就是关于界定什么是艺术的 这个标准尺度准则 掌握在谁手里了 掌握在一小撮精英人士的手里了 大众似乎在这个面前 不就发言权 那好 这个问题就很那什么 大家可以去进行谈 因为确实到最后 导致目前当代的 关于艺术理论的一个决定 就已经走向了这样一个死胡同 所以说后来也有 比如说有人说艺术是一个从概念 或者说有一个历史性概念 这个问题我们先放在这 今后再去进行详细的谈 这节课我们先放在这 先讲这 下一个我们再说另外的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